老屋的屋況讓人看了傻眼 毫無生活機能與動線的空間 該如何改造 將缺點變成優點呢 每一件作品都藉由3D圖的 動態工具來輔助 讓機能與材質的呈現更具象 這就是今天的幸福魔法師 莊孝成 這一段幸福魔法師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一個老屋翻新的案例 但是你說它是老屋 我進來的時候完全不覺得 我覺得它是一個新房子耶 但是校成這個房子有點小年紀了 是 那這個房子屋齡有25年 那相當的有點老舊了 那屋主在委任我做這個設計的時候呢 有針對這個房子的一些缺點 我們來做一個更新 聽說呢在這個空間當中啊 你沒有動到它格局的房間數 你只有動了少部分的牆面 可是呢 每個人除了有自己的空間跟房間之外 你還幫他增加了五大空間對不對 沒錯 哪五大 在玄關的部分呢 哇 那這樣子空間變大很多 對 所以今天這個空間喔 27坪 然後維持它原來的三房兩廳的格局 同時又增加了五大空間 玄關 儲藏櫃 琴區 窗邊的臥榻 再加一個墨字型的廚房 是 真的很精彩 老屋翻新就是要這樣子做呢 家裡的空間才夠用 那我想先從你幫他增加的第一個空間 玄關看起 好的 27坪的房子竟然可以有一個 滿這個正式的一個玄關耶 是 那這是我幫客戶創造出來的 第一個空間 也就是玄關的區塊 那其實在27坪的這個空間呢 其實很不大 可以要去的這三房 所以有時候在玄關的這個機能上面 可能會有時候會很難去考量 那但是呢 我想一個巧妙的設計 還是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那所以說我們還是 讓這邊做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玄關 但是呢 它的感覺卻不小 還滿大的 是 那所善用的一個材質呢 我想是鏡面 那鏡面的話 我們是讓這一個玄關的區塊放大 那又加上在這個鏡面上面 做一點小小的一個 烤漆的一個造型 那我想呢 這就是一個設計上的一個趣味 那又加上地瓶上面 做一個 食材的一個鋪設 那我想 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的玄關呢 也有一個大大的機能 OK 那這個玄關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設計師講 他用了這個鏡面 來做玄關放大之外 他連你走出玄關 要看出去的視覺效果呢 也都讓它放大了 沒錯 那我們這邊是做一個 雙鏡面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我們在轉折面 都加上了這個玻璃的這個 明鏡的一個材質去做一個反射 那一方面是可以讓空間有所延伸 那一方面讓這個空間的趣味呢 有很多的一個變化 當然在玄關的區域呢 也是要兼顧到 使用鞋櫃收納的功能喔 鞋櫃在我的右手邊 是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還是有設計一個 鞋櫃的機能 那它裡面除了放一些 基本的鞋子之外呢 那也有穿鞋衣的功能 那它有一些像譬如說我們 也有一些像那個閃具 或者是衣物的一個掛架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其實是跟我們 我們的那個儲藏室 做了一個延伸 其實它是相對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雙向櫃 所以它兩邊的話呢 其實都有櫃子 只是另外一邊是隱藏在 我們的儲藏櫃裡面 OK 所以這邊是鞋櫃 然後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這個後方的空間就是儲藏室了 沒錯 好 那各位我們再來講到 這個玄關呢 麻雀碎 小武裝俱全 還有玄關的端頸設計喔 是的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想又回歸到我們中國人 很怕這樣的大門去對到 我們的這個窗的一個問題 那還是走一個二進的一個設計 那空間區域不大呢 所以我把它設計一個 小小的一個端頸在這邊 一個端頸櫃在這邊 那它其實是讓業主放一些鑰匙 特鑰匙啊 家裡的鑰匙對不對 對 那這樣的話呢 在這個櫃子上面呢 又可以放一些裝飾性的飾品 那點綴一下這一個空間 那我想這就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個玄關設計 OK 那這個玄關的屏風喔 聽說是跟電視主牆 有很大的關係喔 我們繞過去看就知道了 好 小誠 為什麼說它的這個 玄關端頸的屏風跟電視主牆 關係很密切呢 是的 這個玄關呢 如果說我們的石牆 是延伸到目前那玻璃位置的話 可能玄關會太過陰暗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近視夾紗的玻璃 讓我們這個客廳的這個窗戶的光源 能夠帶到我們玄關 那又讓它的掉性呢 有一點變化 不會太過陰暗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用了一個金視玻璃 跟這個食材去做一個搭配喔 所以其實從玄關那一面看過來 也是一半是食材 一半是這個夾紗玻璃對不對 對 當然這最主要是因為這個食材呢 我們讓它這個 到這個尺度的話是 因為這是沙發的這個中心點 所以說我們這食材 稍微有一點刺過來 但是呢 一方面 我是把它做兩項的使用 一邊可以當作一個 玄關的這個屏風的一部分 那一方面呢 它又可以做為這個 電視牆的這個 比例上面的一個規劃 OK 這樣看起來 電視牆是更大器 然後比例是完整的 沒錯 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空間當中 不改變它房間的這個房間素 設計師創造的第二個空間 在哪裡呢 是我們的琴區 在這邊 這一塊對不對 哇 這地方擺鋼琴 真的剛剛好耶 是的 那這個是屋主的 滿強烈要求的一個區塊 那因為本身屋主有兩個女兒 她希望說這個地方有一個 練群的一個區塊 而且在客廳演奏呢 又可以當作一個 客廳的另外一個機能 像是一個演奏的一個地方 這個客廳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那也是屋主強烈要求 要我改善這一個大樑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樑的上方呢 做了一個弧形的一個 天花板的一個設計 然後又利用間接光的感覺呢 它一方面可以照度 可以讓我們的客廳天花板 有一個層次之外呢 它也打到了我們 臥榻區塊的一樣一個光線 所以它是去化了這樣一個 大樑的一個關係 這樑真的很大隻耶 對 可是 經由這樣弧形設計之後呢 你不會感覺到壓迫 那感覺這一個天花板是 有一點豐富的層次 而且又是滿不錯的 滿高的感覺 對 那因為這一根樑過來呢 它其實這邊還是有一個編柱 那就形成這裡有一個 起點的區塊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呢 還是做了一個簡單的一個 收納空間 就是讓 因為這鋼琴要放這邊 所以我們在這個收納空間 你可以放一些琴譜或者一些雜物 對 校正我發現你在這個 麵材的烤漆上面用的色澤 是很有質感的耶 對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客廳的這個壁面呢 我們是採比較一個美式的 一個格納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面上面是做的一個 增柱器的一個處理 那一方面可以方便 讓業主好整理 那一方面可以讓這個空間的 質感上面各為溫潤 是這樣子 所以這根樑連的柱子下來 這個 這半邊我們是用來做清樸收納 那另外半邊呢 那這個臥大區塊呢 是我幫它創造的一個 第三個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那主要呢 卧榻的話 就是增加它的一個收納機能 那再來就是在這個沙發的旁邊呢 它也有一個好像一個編櫃的設計 那這個是增加我們客廳的一個 機能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設計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不動這個房間樹的情況之下 又增加了第三個卧榻空間 接下來還有哪些空間呢 我們馬上去看一下 其實我們來看到就是孝辰幫屋主 所創造出的第四個空間 這個空間呢 觀眾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對 其實原來的廚房 它是一個一字型的一個設計 那使用上跟機能上 還有整個在空間上面 都很不舒服也不實用 那也相當的老舊 所以我們在這個針對這個屋主 有一個很重要的需求是 它希望能夠享受跟先生 一起下廚的這個樂趣之外呢 那又不想好像是 關在這個廚房裡面做菜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通透的一個墨型的設計 墨字型的一個廚房 從一字型變墨字型那空間大好多 是的 而且我覺得很喜歡就是 你讓廚房已經變得很有彩光了 對 那其實呢 只要這個牆呢 稍微做一點切割 那用一個玻璃這樣的一個穿透呢 其實一樣呢 利用客廳的光源 也可以帶進廚房裡面 那我想它一方面可以 這個享受這個主菜樂趣 它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大家用餐的一個氣氛圍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是一個滿好的一個設計方式 OK 所以在這個隔間的部分 應該算是一個雙面櫃了嘛對不對 對 在這邊的話是做餐廚區使用囉 對 那另外一面的部分呢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廚具的 上方的一個使用 OK 所以這樣子的空間設計 真的可以讓老屋翻新彎中 煥然一驚喔 我喜歡這個房間 因為我想要的這個生活機能呢 完全符合耶 都有了 是 那其實這個房間其實坪數不大 那大概兩坪半左右 可是呢 我們把它的收納機能呢 已經發揮到一個極致喔 我想先問 你有幫它擴大這個空間嗎 還是格局都沒動過 其實沒有 這個房間的原始格局 我們是沒有去做變動的 但是我們在它的收納機能的部分呢 增強很多 那所以說在這個衣櫃上面呢 我們採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懸吊的設計方式 那再來又延伸到我們床鋪的 這樣的一個 臥榻的一樣的設計 所以在床跟床尾之間呢 都有一個抽屜的一個收納的機能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的呢 在這個床邊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 床是緊鄰的這個牆 所以我們要這個 隔溫隔暖的這樣的一個機能 又有一個間接光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這邊又旁邊做了一個 繃布這樣的一個設計效果 那利用這樣一板下面的這個空間呢 我們做了書櫃 跟這個雜物的一個收納機能 再跟兩位這個家庭成員 在溝通的時候呢 他們希望是年輕 活潑一點的一個設計調性 那所以我們有採用一點 噗噗風的一個感覺 去做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在這一間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粉藍色系的部分 去做一個調性 在另外一個房間 它就是一個粉紫色的 一個主要的一個調性 不過它雖然是一樣的屏數 可是我在它機能上 有做一個小小的變化 那也就是它在書桌的 這個部分的機能呢 底下有一個 放這個Printer的一個設計 對 那床尾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做一個展示櫃 這樣一個調性 那不過這兩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在這個書架的這個下方呢 我們做的這個照明的一個輔助 那也就是讓我們這個 兩位的成員呢 能夠在看書的時候呢 不用另外再去開其他的燈 那這個照度的光源 成板燈的光源 就很足夠 來做它這個看書的使用 那因為兩瓶半的空間呢 其實真的感覺會不大 可是呢 如果善用每一個空間呢 我們都可以讓它的空間 發揮到極致 那譬如說床尾的這個空間 床鋪底下 都是收納的空間 對 床頭以及樹桌的上方 那這個部分都是常常在 這樣的一個小孩房的空間 或者是這個刺客臥的房間裡面 常會運用到的一個規劃的方式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看到之前這個房間的照片 跟經過這個校程 喬手設計之後 你會發現 哇 這個落差真的很大喔 原本雜亂無章的空間 還有被大型家具淹沒的臥房 現在是不是有了180度的轉變呢 好 校程在門片上你花了些心思耶 對 其實這個門片呢 其實我們業主不希望原來門片的 那種呆板的形式 所以他也希望在這門片上 有做一點小的變化 所以他也建議他讓他參與一些 設計上面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門面上面 挑了一些琉璃的這個小玻璃磚 我們把它砍在這個門片上面 讓這個門片呢 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還滿有變化性 每個門片都滿活潑的喔 是的 而且其實照理講喔 就是在主臥室來說 你會希望把它收納盡量 能夠坐得滿就坐得滿 但是你的床頭其實並沒有這樣子做 你反而還讓它留了一個空間耶 對 那其實這個空間不大 那其實我們在床尾的部分 已經有做這個皮板的這個變化了 那所以我們在床頭部分呢 會延續到說客廳的那一個 噴圖 噴花的這個形式 我們把它做雷射雕刻 立體的喔 對 把它做成立體的一個效果 然後簡單的把它做在這個門片上面 好 讓這個床頭看起來 是簡單素雅 好整理 然後呢 又有收納機能 OK 好 床頭這邊 可以分擔部分的收納之外 我們身後這個衣櫃 也是部分收納的這個空間 沒有錯 那其實一樣呢 在這個衣櫃設計的時候 一樣我們把它做拉門的形式 那這個衣櫃的深度呢 其實我們也深入到這個 這個床頭這個樑下這個位置 那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剩下的空間 也可以做一些儲藏的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 讓這個衣櫃有上下 都可以充分滿足到 整個我們的收納機能 我想原來它這個老房子的時候 它主臥室的空間 收納空間應該沒有這麼多 沒有錯 也是盡力的來幫它規劃了 是的 好 而且這間主臥空間 它還有它自己的衣浴 是 那其實以三房這樣的格局呢 它還是有兩套的衣浴 那一組一副 那當然我們的客浴的部分呢 就中間被一道牆隔著的 那所以我們也是把它做一個 小小的變化就是 在這個上緣的部分 做了一個玻璃磚的設計 能夠讓主臥的這個光源呢 能夠透到我們客浴來 那就不會讓中間的這個空間呢 變得陰暗了 OK 不開燈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些自然的光線 灑進來 是的 好 孝辰 今天看完這個老屋的翻新案子 大家都會滿驚訝的 因為真的很難想像 它原來的樣子跟現在 真的是天壤之別 你要不要建議大家 其實老屋翻新 應該把握哪一些一定要注意的原則呢 一般舊屋翻新的一個屋況呢 我想有幾個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從採光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做 在每個空間格局上面做加強 那再來一個 觀眾朋友最在意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收納機能 那收納機能運用呢 其實又跟我們的 每一個空間的一個收納的一個 騎人的區塊有很重要的一個搭配 那其實這個三樣的部分 我們從採光還有收納機能 還有空間運用上面去結合的時候 那我想我們在風格 在做一點搭配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舊屋的一個感覺呢 完全的 顛覆 顛覆喔 那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原來不是一個 很舒服的一個空間 或者是一個很老舊的一個空間呢 讓它煥然一新 那心氣象 今天這個房子真的 它給大家的印象 跟這個對比實在是太強烈了 你家裡的房子 是不是也該翻新一下呢 如果是的話 很多這個想法啦 跟你對空間的規劃 記得要跟設計師講得很清楚 很明白喔 好嗎 今天也非常謝謝我們的校成喔 謝謝 一般人都想說 家裡必須坪數夠大 才可以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 M字型廚房 其實未必喔 今天的房子只有27坪 可是你看看 它原來一字型的廚房呢 設計師巧手一變 變成這樣子的M字型 它不但多了很多料理用的空間 這樣子的檯面之外 而且它現在是雙水槽 同時呢是三口爐 另外呢還留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來幫你放冰箱 這樣的廚房我相信 可以滿足一般家族主婦的需求囉